鬼叫什麼啊 對不起對不起 道慶有用的話 藥擠才幹嘛 我幫你發表 手開了 站住 像你們這種棄生蟲 懂什麼叫友情啊 棄生蟲 沒錯 你自以為是 裝出很偉大的樣子 從來沒有自己賺過錢 對社會也沒有貢獻 你平常在這邊耀武揚威說大話 你有種嗎 你真捏一個試試 現在 有鬼笑什麼 你這樣 你稍微 我臉肉多 你別捏這個位置 如果捏這兒 對不起 這個位置 這樣可以吧 可以 有種嗎 王河迪表現得有一點害羞 必須要能夠有一種 爆發力出來 怎麼一天到晚都有人跟我道歉啊 真的對不起 看不到你 看不到你 轉身走 走 西子別動啊 慢慢走 橫滑過舞台西子到這兒來攔他 站住 交流完成 那我幫你擦掉 只要手往這兒一割 你要碰我嗎 盯死他 完全從心裡戰勝他 對不起 心裡原諒我 停頓 停頓 看著他 盯住他 盯住他 走開 不不不不要這個 亂 你知道嗎 看著他 這叫對人很大的不尊重 然後 你這個就明白嗎 輕輕地把你擦著開 來 剛摘下面具 非常不在狀態 然後把自己拘束著 就不像平時就放得很開 特別不自宅 那我幫你擦乾淨 走開 走開 我跟你說了半天 你怎麼什麼也沒給我記住 正能看你演個 正能看你演個 看著 那我幫你擦乾淨 看住他 那我幫你擦乾淨 我覺得他們今天這樣幫助的話 我會更多感覺是長輩對照晚輩的一種愛護吧 就真的很幸運 就這麼幾句詞 就這麼一點兒戲 你還不給我掰開人碎了眼 誰看著你看了什麼 好 他沒怎麼受過訓練 他也很擔心 他還想要那個獎賞 但是還是要差一些 因為進步是越往後越難的 對不起 請你原諒我 道歉有用的話 走過來 走過來再說話 道歉有用的話 你怎麼以為我這句話沒讓你說 這句話沒讓你說 慢一點 數著步子 一二三 走到這兒走 這時候才說 頂住才說 我自己沒辦法注意好 沒辦法處理好 這也是自己的問題 就還是有一點不甘心 不甘心 來 我們先查五分鐘倒計時 不用去演 非常把握 你只要自信 你就是非常把握 生活中比較柔軟 就總之不能平 好 你等他 你大膽地走 你這兒必須出生了 你要完成的是一個內心 非常激烈的一個鬥爭 來 我們先查兩分鐘倒計時 我們在哪看呢 在那邊那個位置 我們在側面看是嗎 柴老師一定要看清楚他們的表演和細節 你讓他坐在那兒 他是背後的 看不見 柴老師其實他很清楚自己要什麼 也很知道偶像劇要怎麼樣去運作 因為如果那個做不好的話 就會破偶像劇的節奏 柴老師坐在最中間 因為我們看過了 我們比較清楚 但這個位置是科學的 這樣是科學的 因為是他來選 他有特別提叫種子選手 今天沒有辦法在現場 就直接跟人簽定說你是誰 所以從他來說 我們在旁邊盡量都幫他們做一些幫忙 特別希望他們能拿到流行花園的表演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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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進入到我們今天花背 超次元偶像的最後的考核 通過柴老師剛才的選拔 有四位今天給我們帶來四個片段的表演 那第一場戲呢 是花澤淚安慰山菜的那個經典的戲 開始 你沒有幹嘛 放我走 你想去哪兒啊 放開他 花澤淚 我說放開他 這 到 到民宿讓我們做的 到 到民宿了 你為什麼要救我 你跟他們不是一伙的嗎 沒有人想救你 我只是看不習慣這種事罷了 我 我 小時候 我有一個朋友跟我說過 當你忍不住眼淚想要流下來的時候 你就這麼做 這樣 原本要流下來的眼淚 就流不出來了 你學會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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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覺得他有一種就是 好像有一點就是說 故意想要逗女孩子開心 明明心裡是很溫柔很體貼 但是表面上有一點點 吊兒郎當的氣勢 是 對 靖康真是我的發愁啊 你知道嗎 這訓練的時候他這真不給貨呀 你就看不出他有什麼來 後過的啊 人前過呀 他上來的時候 哎 我突然覺得這家怎麼變了一人啊 你看他上去跟排練完全不一樣 很很理想 這太理想了簡直是 好 重點考核的第二個表演 你放開我 你閉嘴別說話 放開他 放開他 我叫你放開他 我叫你放開他 盗命司讓我們做的 夠了 你為什麼要救我 你跟他們不是一夥的嗎 沒有人要救你 我只是看不慣這種做法罷了 你在幹什麼 當你忍不住要流出眼淚的時候 如果能夠倒立起來的話 這樣原來要流出來的眼淚 就流不出來了 你學會了嗎 好 山菜演得好好 對啊 山菜 人家是專業演員嘛 山菜最入戲 山菜最入戲 老師你覺得呢 整體來講都很好 我覺得剛剛有一個地方 有點可惜 就是他剛剛看到山菜 就是在那邊哭 然後內心突然要轉溫柔 要去倒立的 那一剎那間的那個表演 那個內心的溫柔 我覺得不夠 就是我覺得可能他年紀比較輕 所以表演經驗不是那麼豐富 所以他臉上的整個的表演 會在一個一致上的位置 沒有一個轉換 如果有那個轉換的話 會表現得更好 陳宥偉我覺得有一點遺憾 我們要請燕熙和譚宋玉 燕熙就位 準備 開始 喂 喂 你又來了 每次只要聊到這個話題 你就逃避 逃避 我都說了那麼多次 我喜歡你了 為什麼你就不能說你喜歡我呢 我喜歡你 真的嗎 你再說一次好不好 我沒聽清 不要 我已經說過了 是你自己沒有聽清 你就再說一次 不要 不說 三菜 我喜歡 好 謝謝宋玉 謝謝 好 道明寺 是遊走於霸道於溫柔之間 我個人認為我沒有做到太好 但是有做出來 我們聽聽看柴老師的評價 我覺得她一定是前面有點緊張 道明寺的那種有點幼稚跟霸氣 在質疑山菜你 你為什麼不喜歡我 你有沒有說過 為什麼你就不能說你喜歡我呢 那個部分我覺得她的霸氣還不夠 那個部分我覺得她的霸氣還不夠 為了